今天要帶大家來開眼界 練眼力 學鑒賞的是壁錫 壁錫 對 很多人認為壁錫 不是很貴重的物件 但是這幾年壁錫 很多很多人去琢磨 要有一些特殊的壁錫 紅色的壁錫 藍色的壁錫 壁錫它被統計大約有 78種顏色的組合 很少看到 壁錫下面有這麼多顏色 所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真是明完滿目 好美 繽紛耀眼 所以它這個壁錫 上面有多少顏色 你看各種的顏色 有的是帶酒紅色的 有的是綠色帶黃的 有的是藍綠色的 有正紅色的 有一些帶棕色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觀眾朋友 一次看個夠 壁錫有78種顏色 大約 在這一串項鍊 就已經好多好多顏色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藏家 它是 經常要去參加派對的 派對 這個很好 所以這個一去 麻雄所有的焦點 所有的目光都在它身上 會集3000寵愛余生 好 這個壁錫 我們剛剛有談到顏色 這幾年會越來越夯的原因 就是因為壁錫的顏色太美了 其實就是說 你買壁錫的時候 假設 因為我們先讓各位看一下 真的最好的顏色的壁錫 其實比較是最好 最貴的壁錫 應該是這樣的顏色 好 來 這個顏色是目前來講 就是價錢最貴的 價錢最貴的這種是 就是巴西產的 叫做Paraíba Paraíba 它是含銅的壁錫 那這樣的壁錫 這有點像 就是叫霓虹藍 霓虹 這叫霓虹藍 這叫霓虹燈的霓虹藍 那像這樣的顏色就很稀有 那這樣的壁錫 當然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比較不容易放在這個套列裡面 第二個這個壁錫 就是紅色的壁錫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叫霓虹藍 紅色的壁錫 對 這叫霓虹藍 就很像紅寶石的壁錫 很像耶 很像紅寶石的壁錫 最主要說 這麼像紅寶石的壁錫裡面 通常都會瑕疵 內涵很多 是 像這一顆來講 這非常非常乾淨 它有43克拉多 好 那我們回來看 這位永遠是派對聚焦 吸引大家目光的這一位 派對花蝴蝶 它的壁錫 它的壁錫好多顏色 我們來看一下 是 這個綠 它這個光綠就有兩種綠 黃綠色 還有藍綠色有兩種綠 好 我們這樣現場 就可以比較到不同顏色了 這個是黃綠色 這是藍綠色 然後這個藍就比較深的藍 它是比較電藍色 這個是電藍色 深藍色的 好 這個紅 對 紅的 這個紅都屬於比較那種 我們叫桃紅色的 這個都屬於比較帶紫色的 黃棕色 黃綠色 然後再來一些是棕色 然後紅色 就是假設你沒有辦法去買這樣的一個所謂大大的一顆的壁錫 或者你把它選擇一種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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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壁錫 要乾淨 這一套非常非常好 很乾淨 每一顆我們都建立過很乾淨 這個時候你把它做成一圈的話 也是一個很大的物件 所以第一個我們當然先看顏色 第二個你剛剛說要看它的 我們要看進度 進度 對 那一般來講 假如接近紅色的部分的壁錫 它進度會稍微差一些 它這裡面好幾顆 像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 都非常非常乾淨 這是上選的 那刻意去選的 所以進度 那像綠色來講 像這種所謂的棕色的 它通常都比較乾淨 那是事實 這個綠 對 它會很乾淨 對 所以說 這個整體的壁錫的選擇 這個綠有點像祖母綠的綠 它當時 這個 這個綠很漂亮 這個我覺得它是各壁錫 就是含各的壁錫 它比較鮮豔一點 在綠色的鏡下面 它會變紅色 它比較特殊 好 來 廖老師 畢錫的家屬裡面 唯一可以當主題的 大概現在就是 含同的畢錫 是爬了一爬 那舒服筆跟保利 對不起 只有一套 一個小戒指跟一對耳環這樣而已 那像我們這個派提女王 她這個畢錫 早期我有賣過兩套 是完全都裸實 像這個裸實的話 可能就是一包大的一包小的 然後再下去做設計的 現在可能你收集不到了 這個都是二十幾年 現在要找這樣的物件不容易 二十幾年前 我們這一種一組 我告訴你 一套做起來都幾百萬而已 幾百萬這樣而已 一套幾百萬 像這個都很大 而且都很乾淨的 你說這個久輕 要找這樣的避洗 我覺得是要看顏色的屬性 假如顏色它這種天空藍的 這種翠綠色的 紅的 假如帶的多的話 價格就會很高 假如像這樣子 棕色的 紫色的 它帶的多的話 可能價格就會稍微低一些些 看你怎麼調配 所以關鍵還是在顏色 我覺得還是可以 它還是會一顆一顆 去所謂的估價這樣子 所以要每一顆每一顆估 對 除了這個顏色 除了這個進度以外 還有一種火光很重要 火光 我們來講火光 火光它一般來講 這個我們講到 只要有30%的火光 就是非常好的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每一顆都是7 80% 甚至100%的火光 這個來講它就是 哪一個 這樣一顆 百分之百火光 百分之百火光 你說這個百分之百火光 對 這個也是嗎 是啊 那百分之百火光是因為怎樣 是因為它的比例非常好 再來是它裡面非常非常乾淨 因為你瑕疵多的話 內含無多 火光就不會那麼漂亮 就會遮掩光的反射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一串極品 所以它每一顆的火光 都這麼漂亮 所以看顏色 看進度 對 看火光 最後 我們預約一個檢查 它裡面所有的配件的鑽石 它每一顆幾乎 在這個所有的鑑定裡面 小鑽也可以鑑定 它幾乎都是VS級的 小鑽一般來講 假如能夠SI級 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它每一顆幾乎都是VS級 非常非常乾淨 所以不管你戴的時候 要是有沾到這個髒東西 然後上那些乳液的時候 它照樣會閃閃發亮 所以它這個鑽石 整個香工也是一個上選 現在越來越流行碧玉 是 因為很多人說 戴碧玉對運勢是 除了運勢 我當然不是算命老師 但是我告訴你 因為我讀壁直系 我在礦物裡面 那這個碧玉它的學名叫什麼 叫電氣石 電氣石 對 但你想說 電氣石跟電有關係 也就是說當您這個碧玉 在身上 碧玉有一個特性 叫做膠電性 遇到熱 它會產生電位差 還有一個叫壓電性 就遇到壓力 你知道產生電位差的時候 它就會把空氣中的負離子吸過來 我們知道負離子就是 我們知道β離子 你吸附得多的時候 你知道森林不是去吸附負離子嗎 對不對 會森林比較健康 所以 所以說假設說您戴的 它有能量在來 對 所以說 那有的人說 這個是一種什麼 叫磁場很強 當然我們在科學上不講這個領域 我們談的是什麼呢 談的是真正的 這所謂的科學的根據 是 你身體會比較健康 我現在正在 但是 放在身上吸他的能量 對 但是我跟你講 生病還是要看醫生 所以我放在身上看 等會我的能量 會不會比較充足一點 對 但是不能火熱的話 假設說 你健康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帶皮息的確比帶別的寶石 它要好處多得多 好 謝謝